中国为何有三峡还要修白鹤滩水电站? 耗资1800亿值嘛,专家一句话说明背后价值。 14亿国人目瞪口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说起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相信不少人脱口而出的便是三峡水电站。 但在金沙江下游,长江上游地区有一个可以完全媲美三峡水电站的水利工程, 甚至不少业内人士都尊称它为水电行业的顶峰。 它就是曾斩获多项世界第一,让中国水电彻底领先世界的白鹤滩水电站。 那么,它到底有多牛呢? 为何我国会选择在三峡之后,再次耗聚资打造一个白鹤滩水电站呢? 它真的值得吗? 你们简直是在愚公移山,痴人说梦。 这是老美工程师对于我国白鹤滩水电项目的评价。 其实,关于白鹤滩水电项目,并非我国政府的一时起义,而是一项长期困扰我国的工程难题。 从上世纪50年代,长江大洪水时期,为了解决水患,我国就一直想在长江上游地区兴建水利工程。 白鹤滩水电项目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提出来了。 不过遗憾的是,早期的我国基础建设却像老美工程师所言的那样不堪,由于技术等各种问题,这个项目一直处于规划搁置的状态。 直到2011年1月1日,随着三峡大坝的逐渐完工,我国基础建设领域特别是对于水利大坝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得白鹤滩水电项目正式开始动工。 值得一提的,当时中国向世界宣布开始建设这个项目的时候,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 他们像老美所说的那样,觉得中国实在痴人说梦,做的是于公移山的蠢事。 其实,他们的嘲讽也不无道理,因为要想完成白鹤滩水电项目,的确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巧家县交界处金沙江干流下游河段上,光是这个地理位置就十分特殊,该地处于地震活动强烈的川,滇地震带。 这里不仅地质条件十分复杂,而且板块运动十分频繁,这对于大坝的建造和使用存在非常大的风险。 此外,白鹤滩大坝为了方便蓄水选在了金沙江河流比较窄的地方,但是由于坝两侧的山体极不对称,呈现出了一陡一缓的局面,这样一极容易造成高水头,窄河谷,巨蟹量,不对称泄洪消能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裂缝可能就会导致溃坝,而千里之堤毁于乙穴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样一来,对于水坝两岸地区的安全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令工程师非常头疼,那就是气候原因。 白鹤滩处于横断山脉的被风坡,从印度洋方向吹来的湿润西南季风在爬升的过程中损失了大量水汽,等来到横断山脉的时候已经成为干燥的气流。 而且,气流在下山的过程中不断下沉增温,形成焚风,再加上河谷地形,气流不流通,白鹤滩地区就成为了干热河谷。 而干热河谷特殊的气候对于大坝施工来说是一个考验,我们都知道建造大坝的主要材料是钢筋混凝土,而这种材料最大的特点就是热胀冷缩,这就使得白鹤滩特殊的大风干热气候让混凝土很容易就产生裂缝。 不要小看这一点点裂缝,它很有可能成为大坝溃坝的缘由,因为大坝在蓄满水的情况下,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一旦让力量找到释放的点,哪怕就是这一点裂缝所迸发出的威力足以毁灭一切。 不过,中国基建团队向来就有逢山开路,御水搭桥开拓精神,无论怎样的难题,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发展,中国基建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这也是如今中国基建领跑世界的制胜法宝。 那么,他们又在这个号称不可能完成的白鹤滩大坝中突破了哪些极限呢? 首先,为了解决地震频繁的问题,研究团队找到了国内三家混凝土坝抗震权威机构,经过数年的模拟研究讨论,最终提出了椭圆线形混凝土双区拱坝的设计方案。 该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充分利用了网壳的受力特性,使得构建的受力更加均匀,从而达到了更高的安全性,满足了地震对结构的要求。 再加上,特殊的材料结构加持,使得白鹤滩大坝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上唯一一个达到可以经受八级地震烈度的三百米级的高拱大坝。 同样,为了解决山体不对称的问题,专家团队甚至不惜给大坝附近整个了形。 他们先是在左岸顶部选择设置一个垫座椅减小地形不对称性,再用毛管对周围掩体进行强化胶筑混凝土,加强掩体的稳固性。 在这些基础上,设计师在设计大坝时还开创性地提出了不对称体型拱坝,成功解决了难题。 另外,针对他们头疼的气候导致的混凝土问题,也得到了工程师们开创性地解决。 他们决定在全坝建造的过程中全部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而这种混凝土的整体性能确实优于普通混凝土不少,而且特别适合干热河谷的施工。 但最大的缺点就是施工起来特别困难,因为需要时刻保持施工温度等等。 在此之前,只有美国胡佛大坝采用了这种混凝土施工,但由于技术以及成本的原因,低热混凝土比例仅为40%,而我国为了大坝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居然使得这个比例达到100%,那么我国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复杂,就是保持一个稳定合适的施工温度。 为此,施工团队联合清华大学和三峡集团共同研发出一种数字温度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大坝的任何地方。 需要时,只需在手机上安装一个按,就可以实时监测水泥的温度和进出水的水温,而且它还配有智能调控系统,哪里出现温度异常的情况,就会自动进行调节。 这就使得水泥在浇筑过程从开始到凝固,温度都可以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值,从而实现了一种自我诊断,自我修复的智能化操作。 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百万级发电机组也格外引人注目。 八台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600万千瓦,一秒的发电量就相当于172斤煤炭的发电,可以为一户普通家庭提供两个月的电量。 而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也是工程师努力的结果,为了提高发电效率,工程师们没有采取之前普通的发电机转轮结构,而是破天荒地将发电机长短叶片结合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实现发电机转动时的稳定性。 这就要求工程师们完成相关计算后,保证轮机尺寸的几乎不能有误差,最终才造就了96.7%发电效率的百万轮机。 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白鹤滩水电站设计团队在河道的下游修建了三个急鱼的设施,减少回忧鱼类的影响。 此外,他们还在水库中建造了几个人造鱼窝,为回忧鱼类提供了一条可供迁徙鱼类栖息的河流。 那么,此时有人可能想问,既然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大的三峡水电站了, 为什么还要投资1800亿间难得再去建造白鹤滩水电站呢? 真的值得吗? 答案其实非常显而易见,修建这个水电站是非常值得的。 从发电方面来说,白鹤滩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 每年平均的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他正式投入使用之后,他一天的发电量就可以满足50万人一年的用电量, 为国家每年节省了2500万吨的煤炭,减排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6500万吨和60万吨。 不仅如此,白鹤滩水电站还是西电东输能源战略中的骨干四大节点之一, 它的投产标志着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全面建成。 届时,白鹤滩水电站会向2000余公里华东地区每年输送大量的电力, 助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外,白鹤滩水电站为长江防洪在天心力量75亿立方米的巨大库龙为长江中下游防洪提供了一道来自金沙江的防御屏障。 同样,白鹤滩水电站彻底改善了金沙江的航运条件, 曾解核实,由于处在一、二阶梯分界线,金沙江崎岖的地形和巨大的地势落差一度被认为无法进行航运。 然而,白鹤滩水电站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 从国家的现阶段发展来说,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改善了当地的交通、通信、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还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改善了少数民族的民生。 同时,建成后的水电站为当地带来了稳定的税收,助力了乡村的发展。 总之,白鹤滩水电站作为一项重大能源工程,将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能够满足能源需求,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还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白鹤滩水电站作为一建立在当代,供在千秋的伟业,代表着我们这代人肩负的重要使命。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白鹤滩水电站将会在未来为中国和世界创造更多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